我做A拍照的奥迪的Q5 然后在路口闯红灯的时候 把他都看傻了 当时我们还分析啊 说是不是在开车的时候 注意扣其中 还是在开车的时候 在开车的时候 没有无意让我们的方式 这么随程红灯 他就纠正我说 不是的 他在这个路口等红灯 等一会儿呢 还是红灯 他知道是红灯 他也想到 等了之后呢 从事还没有变化 在车队的合同群的时候 那就好吧 明白了 这个如果不是输入大陆的话 就是不需要 违反性连续的指示 那是特别危险 让你能记住他的这个 车牌号吗 或者你车上没有 行车记录 可以下载下来 然后通过我们交警APP 来进行我们的视频 渠道 再来看这个热线 这里是王先生 王先生您好 你好 我是王伟 您请讲 我今天 我今天早晨 走那个 普通 那个 就是叫做 阳四路 南路 马桓 然后七年 七年四路 然后过来 我一幕没有看到那个 就是打火车 进行的那个标志 然后我一直开 一直开都很注意了 每个幕后都注意了 就是在这边这块板里面拍 然后就没看到这个 这个打火车进行 然后到永泰部这个 就交警报我载到了 说你 那我一晚上 进行标志 那我没有看到呀 我说你没看到自己的事情 我说我确实没有 他说 他说我们在讲 就像园匹一样的 两个园匹 那个像门一样的 门间有 就是这里面没有 他说 我说那你这个也说不过去 对吧 如果我们 我们要看这个牌子的 没有没有这个打火车 进行牌子 我们就走了 就去 这么那么的 他就把他开个单子的 然后 就两秒开三分 我还拖着 就不反应一下 他叫我 他叫我 那么提示我 这么这么 不是老纳 我们一个老百姓 提示啥的 对吧 那王先生 你打电话来 的目的是什么 我就想陈述一个事情 这有点 发展 这有点乱 你们要明确呀 对吧 就要你要 我要换个 你我实时明白 对吧 好 王先生 那现在呢 我们就先说说明白 两种情况 第一呢 如果有禁令标志 你没有看到 那么 你是违法了 如果没有禁令标志 你以长调的单子 最下方 有你处理的方法 这个 你开度应该是在普通 那你第一 你第一个办法呢 就是可以直接到普通 就像直队 王先生 王先生 你先听我说老婆 如果你是要申诉的话 是没有办法 通过电话的方式来完成的 我们要到窗口去 交警支队违法审理的窗口 有专门接待申诉的窗口 你可以直接来进行申诉 你先听我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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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先生 这跟是不是老百姓 没有关系 每一个人都是老百姓 而每一个交通参与局 都有自己的权利 对于违法的处罚 他也有提出申诉的权利 所以如果你光是来吐槽 我觉得意义就不大了 我们要想办法解决问题 第一就是我们要确认 这个地方到底有还是没有 如果这个地方是有临时 也有禁止停车标志的 那我们确实违法 还有一点 就是这个地方 如果是禁止货运车辆通行 那么它的牌子 竖在什么地方更合理 我们可以通过12345来进行反应 如果这个处罚错误 我们就来进行审索 对不对 审索 他说的事我还有你的 你没看到的事情 你的事情 王先生 有一点 如果说这个牌子是有的 那么你没看到 还真是我们自己的事情 但是如果这个牌子没有 那就关他的事情 所以这个牌子到底有还是没有 那么我们怎么来确认呢 你另外呢 可以再说一下 你是在什么路外行驶 杨丝路向外环路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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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丝路什么方向行驶到上南路左转 杨丝路向外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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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路向南 你说这一路都没有 美景车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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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车 美景车事件 美景车事件 美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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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车事件 美景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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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景车